按照现代科学的发言 我们应当重视人类世界是有限性的 以及另外宇宙里面 还有其他世界存在的学说 佛台有一次讲到宇宙的本质和构成 佛陀说 还有其他形态的生命生活在另外的宇宙里面 他们共分为31类众生生存于这些世界里面 教人间为苦或低下的4类众生是 地狱、畜生、恶鬼和鬼神世界 而人类世界是一类 欲界天有6类 色界天有16类 和无色界天有4类 这些另外的世界系统的存在 还未为现代科学所认可 然而 现代科学家们正在埋手探讨 提出另外的行星中 是有其他的生命形式存在的可能性学说 按照今天科学发展的神速和结果 他们很快地发现到 在遥远的银河系统星球里面 是有众生的 或者 我们发现到他们正如我们一样 受限于某些生存的法则 他们也许在生理上 十分不同于其表态、要素和化学的组合 乃至生活于不同的次元里面 他们也许远超过我们 又或者远不如我们 为什么行星中 只有地球上 才有生命的形态呢? 地球 在广大浩瀚的宇宙里面 只是一伙很小的小粒 依照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 尖武斯 金斯着士估计 整个宇宙 大约是十亿倍于 天文望远镜所能够看到的空间 在他的著作《奇异的宇宙》中讲到 宇宙的整个数目 可能好像海边上的沙粒那么多 在这个宇宙里面 地球只是一粒沙的百分之一那么大 他又告诉我们 用七分之一秒的光速可以到达地球 可能要一千亿年 才能够环绕宇宙一周 这个就是大宇宙 这个就是大宇宙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 我们人类世界的存在 是限制于我们的观感所接受的震动频率 科学也都告诉我们 有些震动频率 或高或低于我们的接收范围 例如无线电波 X光 TV波 和微波的发现 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观能的极度有限性 以我们的观能 经由隙逢中去窥视宇宙 就好像一个小朋友 从房门的窥窥中去窥看外面一样 我们以这种有限的认识和觉知 对我们即显示了另外一个系统存在的可能性 这一个世界 或者与我们分开 又或者与我们互相联系 有关宇宙的本质 佛陀说 宇宙的始与终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佛教徒不相信宇宙突然会终结于完全的毁灭 没有整个宇宙突然毁灭这回事 当宇宙某一部分消失了 另一部分仍然存在 当某一部分不见了 另一部分会再出现 又或者 以前宇宙消失的事物又再展现 这些是藉由分子 基因 气体 以及无数的元能所组成 再由宇宙原动力 和地引吸力迎合支持 然后一个新的世界出现 存在一个时期 这个是宇宙能的自然性 这个就是佛陀 为什么要说 宇宙的始与终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的理由 只有在特殊的场合里面 佛陀才会对宇宙的本质和形成 表示他的看法 当他说这些的时候 他必须提醒自己 法问者对问题的了解能力 佛陀无意于这种形怡上的推测 因为这些是不能够导向于 较高精神上的开展 佛教徒不同意一些人所认定的 以为当人间有太多不信教的人 或者堕落的人的时候 宇宙就会被上帝所毁灭的这种看法 关于这一点 我们要请问相信这些的人 为什么不借用他们的力量 来抵御毁宇宙 为什么他们不用同样的力量 去改变人们 成为信教的人 和消除人们内心所有不道德的深恨呢 不管上帝是否会毁灭宇宙 世间万事万物 只要有生就有灭 这是自然界迟早要发生的事 然而 只是用佛陀的说话来说 世界只有集聚 即是成 和存在 即是住 和消失 即是坏 和空 与及深与密的再组合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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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消除等 的 最后 也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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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